百变小魔仙周深这也太会整活了吧 上一秒还是惊鸿一瞥的绝美戏腔 下一秒又无缝切换为激情四射的rapper 当今华语乐坛能把反差演绎到如此似话了 估计也只有海妖洲了吧 放眼整个音乐圈 能将一种唱腔唱法升华到极致已是巨星级别的存在 但周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将各种风格流派的音乐反复融合 一不小心就成就了华语乐坛数十年都难得一见的百变大魔王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周深那些多到令人发指的唱腔唱法 古韵味中掺杂着丝毫不违和的现代感实在让人上头 首先就是戏腔 周深将流行融入到传统戏剧 清澈透亮的嗓音既能驾驭高亢激昂的戏腔 又能演绎出柔情似水的旋律 末天传音既能驾驿 一锁言与人之声 成名过你终一续 六百言一肤沧海一梦 然后是美声 那开嗓瞬间带来的高级感让人欲罢不能 红亮圆润的歌喉将每一个音符都诠释得恰到好处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的歌 灯火里的中国胸快两国 灯火贪婪的中国 灯火灯亮着心中的歌 还有rap说唱 周深可甜可咸的反差让人大呼过瘾 一会激情四射 一会青春活泼 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周深所不能的 在你的世界里成为谁不要谁大力 你在你的路上往哪里走不需要职业 会失望会无力会时时刻刻怀疑自己 我谁都会向你想放弃灰心游流 在舞台上一向安静如水的周深 谁能想到唱跳也竟能如此待大 强大的气息功底支撑着深深的激烈运动下平稳如斯的歌 多种声线无缝变换的现场更是让听众鸡皮疙瘩掉了一点 作为流行歌手 周深的传统唱法已经被吹到了极致 随便一开嗓就是一个神迹现场的诞生 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 于是我的世界被潮汐 发现你始终还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深深的清婚影也是一句 你的一身佛酒 耳鸽声却温柔 陪我满无目的的四处考虑 我的背景如黄秋 而你却微笑白袖 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你与太阳回首 夜通还有婚后 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 只是遗憾你终究 无法躺在我胸口 心上夜空最辽阔的不朽 把心醉放入梦 有谁能想到就连周深情道极致的放肆大笑 也能读成一派 你跟别人是想游和蜡去丢 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 我会画得很好 没什么大愿望 没有什么事要干 看着路口红的一只山 那像眨眼的小太阳 乌云海景大大 平台头上吹不散 抓在手里也成棉花糖 什么烦恼不能忘 既然事物一定有转瓦 哪个风景都漂亮 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 美好简单 你参笑和在家说 有欢迎小光声在里面 忍住好好欣赏一秒 迷迷糊糊糊的浪漫 只要给照星来穿搭桑 满了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不想 不用自己猛猛说一个答案 人生结婚了 人生结婚了 笑一笑就灿烂 唱一句的就舒展 手机点一滴小美满 如是幸福的花样 味道里的开朗 打扮平凡的日常 找到自己最和胜的一项 只要自己高喜欢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 爱在夜里可灭了 心情浮得再满夜 要留一身间窗 岁月很长 岁月很长 你看小狗在江树也会笑 风生在泥南 不如好好欣赏 一样冰淫糊糊的浪漫 只要雨就醒来 吵的骚乱 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不必想 不用自己猛猛 就像一个蓝 一人相信什么 这世界暗是什么呀 偶尔那几张见钟 描远要轻轻地旋转 所以无论如何 取得保管小小的光环 手就好 鼓励啊 明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 笑就好 哭也好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你们好吗 好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然后就唱歌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没什么大愿望 没有什么事要干 看着路口红的银纸线山 打上眨眨的小太阳 乌云海景大大 瓶在头上吹鼓伞 耳朵在手里也成棉花糖 什么烦恼不能忘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 哪个红情都漂亮 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 美好简单 你曾笑脱在家上 也欢迎小光生在里面 日中好好欣赏一秒 闭闭乎乎的浪漫 只要一朝醒来穿的扫满 阳光的无论 风吹像风霞 不用只情梦梦说一个站 人小姐快乐 笑一笑就灿烂 唱一句歌就舒展 收集点一滴小美满 都是幸福的花样 味道里的开朗 大半平凡的日常 找到自己最和尚的一项 只要自己高喜欢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 爱在夜里很明亮 心情浮得再满夜 要留一身尖窗 思念很长 思念很长 你看小狗在家 树叶回笑 风生在里面 不如好好欣赏 不如好好欣赏 一样 冰淋糊糊的浪漫 只要一朝醒来穿的扫满 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不想 不用只情梦梦说一个 啊 一根小青小万 强的世界 暗是什么呀 偶尔难 几张天中 描远 神经的旋转 所以 你无论如何 记得保管 小小的光环 小酒好 酷也好 明天就是你最好的 陪伴 小酒好 酷也好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陪伴 我今天要穿搭 我今天要穿搭 首先就是黑色 虽然很多人都说我穿白色比较好看 但我觉得黑色会更显得低调一点点 而且衣服上会有那个荆棘的元素 今天咱们盛典的主角 是致敬那些敢于挑战 然后不平凡的人 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走到自己喜欢的位置 或者是要走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一定会是有走过一条不满很多荆棘的路 或者自己经历的那些苦难啊 只有自己才知道 所以就是致敬那些所有敢于挑战的人 对 我可以接受我饿一天不吃东西 对喜欢豆芝和喜欢图层动的人 你说说对不起只是我不喜欢而已对不起 对对对对不起 最近的新歌就是有很多录了 然后在等待他们发 等待他们能够发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在等待录制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幸运的一个人 就是有很多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机会去挑战了很多的风格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的风格吧 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发出来的二战里面 有一首是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大气一点的 一首歌 和大家想象中的大气还不太一样 总之期待一下吧 嗯 每个问题都这么的扎心 那个暂时还没有复活 暂时还没有复活 暂时还在努力当中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唱歌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共鸣枪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要符合他的那个歌的风格一点点吧 还有更多就是如果是唱影视剧歌曲的话 你要更多就符合他的故事 如果他是比较硬朗的 然后包括他断气方式啊怎么样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根据歌的风格来吧 调了之后就发现就多么的不容易 因为以前就光是看画面觉得那家调威亚 所有的那种仙气的感觉 或者那种突然就飘起来 那么的自然 然后自己去拍 原来发现是那么难做到的 对 然后因为有花絮嘛 然后大家就看到我调威亚的样子 觉得自己调了个寂寞 但是整体那个画面呈现还是特别好的 最难控制就是调威亚的时候那个平衡 就你想在上面做到你想想象当中要做的那个动作 想完成那个动作是很难的事情 然后所有的那个重心力不知道该怎么做 尤其是我第一次调威亚调上去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身体特别的僵硬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控制 你感觉你要动一下就要翻了 所以我觉得在上面要做自己规定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在上面要做自己规定的动作 是特别难的事情 退堂鼓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但是就是自己还是会有一些基础会的乐器的 对像吉他和键盘 只是说在一些我觉得特定的场合的时候 会专门再努力练一练 让它更好的时候再拿出来 发色 暂时我就先不折腾我的发小们了 我把它们叫发小们 因为本来头发就不是那么的特别的茂密 现在处在一个够用的状态 就先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就发色就先 因为而且我自己其实很喜欢黑色 包括别人我也是很就很喜欢黑色头发 发型 因为怎么说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两三个发型 挑战的话 大背头 绝对是一个特别挑战的事情 但是不给自己立这个flag了 一直以来特别喜欢是看电影啊 看电视剧和唱歌 但是怎么说呢 偶尔也会跟朋友们出去玩一下吧 可能玩一下像走一下密室啊 或者走一下剧本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对剧本沙最大的体验就是 哇 给了一大堆资料 感觉特别像加班一样 因为剧本沙时间一般都特别长 但是如果沉浸进去的话 还是很好玩的 天冷了是一定要穿秋裤的 但是因为最近还没有到 我觉得非常冷的那个程度 所以还暂时还没有穿 但是如果感觉冷了 是一定一定要一定要穿 过年的话我应该会回去陪爸爸妈妈吧 对放假的话就是过年大家都在休息啊 就一定会在家休息 我现在其实发歌不太会紧张 就发影视剧的歌的话不太会紧张 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去完成了 去适配他的剧情或者适配那个音乐风格 等到发自己专辑歌曲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非常非常紧张 主观性的输出会更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比较紧张 会担心别人会不会理解 会不会明白或者怎么样的 但后面又会觉得 又特别矛盾的一点就是 那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更 更在意的应该是自己这方面的 所以就会在矛盾的这个心情当中 会显得很紧张 以前会搜的比较频繁一点点 以前会搜的比较频繁一点点 现在稍微搜的少了一点点 应该也证明我自己的心态 比以前要好了一点吧 因为以前搜自己肯定会有很多好的 或者是有很多不好的 然后看到不好的就会 比较影响自己一点点 然后现在看到了就会觉得 啊怎么又这样 然后就可能就刷过去了 所以现在好像心态好了一点啊 哈喽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深 好苗子会不会越来越少这个问题 我回答不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苗子 它一定会被看到 对但是你要怎么被看到呢 现在这个时代啊其实很方便 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就得拉出来练一练了 因为现在所谓的创眼类的节目很多嘛 所以大家都会担心 选不出人啦 选不出人啦 这当然会是一方面的元素 但是也可以让更多人被看到 我觉得也是好事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就说很有可能在早那么几十年 我好像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大家被看到我 或者是没有一个办法去让大家知道 我喜欢唱歌 那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我唱的不好 那我就不是好苗子了吗 损失新鲜感这个东西 真是问对了人 我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相对来说 那就会变成督促你进步的一个压力啊 你怎么样去不浪费一个舞台 那我自己对舞台的理解就是 我得尽量的去把握好这个舞台 至少让我自己去演完之后 不后悔 而不是说我去每个地方都去演一遍 完全单纯只是为了唱一下 我觉得那会很没有意义 但是你去尽量去准备好自己的每个舞台 让他尽量做到你不后悔 其实你就会慢慢的 不会去思考 别人对你的新鲜感什么没有了 因为你自己也会不停的想 创作出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 和自己更想展现的东西 对 然后至于疲不疲劳 或怎么样的事情 你没法控制 我相信啊 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不同的人看到你的 你永远要让那个第一次看到你那个人 要让他觉得你是个好苗子 还好 我觉得大家首先礼貌上都会说 很喜欢你就是老师的歌 所以也没有太当真 你怎么去区分那种真的喜欢 还是说礼貌性的表情 不会区分 欣然接受 干嘛要区分啊 我每一次演唱会 我都有独发状况 我哪个耳机没声音的 耳机突然有杂音的 或者是 发现台上有一些 就是不该出现在台上的一些道具 都会有这种 我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让它顺其自然的存在 对 因为我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是 我好像是在演出 然后那个因为场地的问题 就我耳机里面全是噪音 而且是那种非常刺耳的噪音 但是我得唱完那首歌的 我没办法 我不可能说 不好意思我停一下 我耳机里面不行 那不行 因为我已经在台上了 而且我都已经 假装很沉醉在前奏里了 因为前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嘛 我就在 那啪就突然出现 你没有办法的 你就是把它扛下来 其实前几天的表演 也出现了一点点突发状况 但是极乐定主忘词 是吧 不聊了就这样吧 对此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没有我尽力了 而且我真的好拼 因为唱跳这个东西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看词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看了词 牛哥特别像被抱着的一只鸡 你为什么这么说 抱着的一只鸡 它盯着一个球 你怎么动它 它的头都在那的 所以唱跳一定要被词 我彩排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抱着的鸡 我这个比喻真的好有画面感 就自己是一只被抱着的鸡 我就不停盯着那一看 然后就 点燃那绚丽色彩的灯火 然后穿回 别再闪躲 就会很丑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演出 所以我踩完牌 之后后面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猛背词 因为我是一个背词困难户 我原来自己的歌 我都经常背不了词 因为我真的不是我没背 我真的背不下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我真的努力背了 马都没马都没写 马上没 我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是我不背 所以我在这次极乐镜头 就疯狂的背歌词 因为后面又是外来语种 我就说我千万一定要做得很顺利 很怎么样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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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